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扇也可以画那种圆的团扇的宫廷扇 今天咱们打算画一张珠竹 就是红色的竹子 这个大自然中当然您看到的都是绿的竹子 但是咱们是用墨画的 用墨画的比较多 还有一些竹子偏红色 但是夸张的手法来画的 咱们就调这个红颜色的来画 画出来也是有另一番风味的 首先呢 我说一下这个用到的颜料 是朱砂 还有一个胭脂色 首先呢 要挤到这个朱砂挤到盘子边上 记上朱砂色 然后呢 挤上一件胭脂色 胭脂色是比较深的一种颜色 机械胭脂色 好 然后就讲一下今天用到的毛骨 大蓝竹 竹也用了 再准备一只煎豪的 煎豪中等大小的 画这个竹竿用 或者是老耗笔也可以 首先呢 先调这个朱砂色 先调朱砂色 然后 整个笔啊 沾满这个朱砂色 挖一下 刷完之后呢 笔头出 调一些 胭脂色 胭脂色 让它有个生前变化 淀化的时候再沾一身的烟 好 先画一个竹竿 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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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竹竿呢 我画的这个 是节是弯的 但是这个杆子是直的啊 再画一根 稍微细一点 沖上往下 这个就稍微细一点 这是又一根啊 然后再 腌制 多沾一些 画一些它们 小树 枝和这个 猪脚 用腌制 画猪脚 比较深一点的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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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方 把一个吹下来的竹银 可以挂一下吹下来的树枝 下面这一部分 挂一下 让前一面的组织 做一个组织 好 基本上这个大题的构图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画竹页 凝化竹页的时候啊 要是还是先换这个 大蓝竹 用大蓝竹 洗干净之后呀 在废纸上 洗一洗啊 废纸上洗一洗 重新调这个 猪沙色啊 重新调这个猪沙色 拆完之后 刮一下 底肩上 来腌制 先换浓的这个 主意啊 腌制 多一点 这可以压到这个竹竿上 因为这个不是墨 可以湿的时候也 直接把它是不会 阴出来了 阴出来了啊 所以您可以大蓝的画 看这都没关系 竹页 可以测缝画 都可以 小的竹页 远处的 再来一个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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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组一组的画 小竹叶 适当的天性 竹枝可以一边画 不够的可以在里面添加 这都是开源 好,这个地方留个大空白 然后下面画一些稍微浅一点的竹叶 这个就腌制就不要太多了 画一些青竹 层上长的这点竹叶 这是青竹 好,这个竹叶基本上就放了 然后就是在远处 再涂一些更浅一点的 鼻声这个珠珊很淡很淡 不用沾这个胭脂色 直接用淡的珠珊 补一些特别浅的这个主意 让这个身的里面 有一些浅的里面 浅色的要少一点 不要画得太多 好,有深有险 这个地方这个空白还是比较大 这个提款的位置 咱们准备写到这儿 这个字就写到这个位置 这个字可以稍微多写几个 字呢当然了是用墨写的 字不要大 今年是墨写 一张该到这儿 好这张画就画完了 竹子呢基本上都画的差不多了 如果以后呀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呢 或者咱们再能想到别的竹子的画法 可以再继续补充一些竹子画法的讲座 好还是得多练啊 平常多练习 好朋友们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再见